鱼女小木屋怎么溜鱼女啊可以看一下我们先把这个板子给下掉 那这个时候肯定是要把这个小木屋围起来对不对 此时如果我们直接翻窗出去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刚刚翻窗他可能不会收叉 OK那我们现在的话翻板加速直接转小船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的话第二波尽量不要被他尸体给包住了 不然直接就会炸了 这吧你们看一下有一个队友 没发现机械手水啊 血汗汗大脑带我飞啊 OK我们翻窗的时候尽量记得看密码纸啊 树叶子啊 因为会增加你的翻窗速度啊 你看我已经有12%的翻窗交互速度了 这个时候其实刚刚直接翻可以的 可惜了 我刚刚直接翻窗的话他这刀拿不到 这个时候闪现已经好了 第二十几个吗 然后你们看他这波没有闪现进来其实失误了 我觉得他这波最好刚刚是直接变成那个鱼女形态的时候 闪现进来是最完美的 当时其实我是防了一手啊 但是他没闪现进来的话那这样子的话 血汗还过来保我了 闪现空了 这波我没回头看不知道是他闪空了还说 进去手把他打掉了啊 然后这个时候你们看是老师这波怎么做他实际啊 想抓翻过去他收杀对不对我们再翻回去 他这个实际包不住我们啊 相当于又骗了他一个叉骗了一个叉之后他要再打我们的话就必须再放叉子啊 然后小木屋有第二次我们尽量防一下别死第二次 OK直接再回不是你在玩什么兄弟 这就是保我安全感满满在玩什么 你这样怎么抓我呀 然后此时的话我不想被他包住 所以你看我的走位都是往上这个叉子另外一边走 然后这个时候我也不想包住 所以我这边但是来不及了 这刀死了 但是其实目前机子已经很多了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机球手这一波保的好 你再看啊 接下来请有请学憨憨的表演 帅 憨憨可真帅 太帅了这一波干嘛 他还不敢逛 赶紧自愈 射上了 怎么说赶紧自愈 拼一下了不管 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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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只剩最后一台机啊 其实此时当时我以为他会换节奏啊 所以我这边大意了直接想着去这台机了 但是实际上 尽管还是来控机子 然后我这边只能往这边走啊 但是我也不想死定了是他吃过他从此为失误啊 我以为他可能一下子赶过来把什么翻窗出去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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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